亲爱的观众朋友们,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啪嘚。 这几天大家也知道,北京算是沦向,甭管认识不认识的,周围总能听见有几个倒下发烧的, 朋友圈里都是一仙被窝冒白烟,免疫系统努力劳作的盛况。 胡同也没能幸免,二大爷这几天躺在家里,那哼几的声音可以说是响彻了大街。 配合着难受的,还有汪峰老师的一首歌《北京北京》。 单曲循环一天后,实在是憋不住了,跑过去就问,说二大爷,咱也没这么矫情,怎么这歌还卡带走不了了呢? 二大爷清了清嗓子,有气无礼的挥挥手,说啊你们小辈儿不懂,你看这歌词写的多好啊, 我在这里欢笑,我在这里哭泣,我在这里活着,也在这里死去。 如果有一天我不得不离去,我希望人们把我埋在这里,得,这歌还没唱完,二大爷就要哭。 你说这打小就嘴笨,也不会劝人,挠挠脑袋只能挤出一句,别啊二大爷,您也别这么悲观,还是好好活着。 毕竟现在八宝山外排着队呢,各个场所人员都聚集,很多倒下的都顾不过来,您就别去添乱了,再喘喘起来。 哎,还没说完咻,一个鞋底子飞出来,看着二大爷起身就要往门外冲,这病一下就好了,你说神不神奇。 当然了,二大爷算是身强体壮的,这次的情况不至于把他给放倒, 但是很多网友反映自己家的长辈就没这么好运。 这几天好多人在网上发文求助,都说是家里的老人发烧了,失去意识, 但是打120说有万把来人在等着,活活把人脱没了,而去到医院的也没好多少。 小隔间里不少人,昏没昏过去,也没医护管。 原来常用的护工,也都因为大面积阳了,一个个不在, 家属呢只好自己上阵,安抚病人的情绪。 但是大家也都知道老人最忌讳生死的问题,一个小房间有人走了, 有人还喘气,中间拉个帘,这对谁都是冲击,而这还没完,后续的问题更难解决。 刚才说了这八宝山,车都排着队,得等六七天才能处理。 而其他地方也没好多少,打电话就说这炉子都开着呢,一天24小时也来不及。 包括北大、清华在内的好多学府,这几天新闻没干别的,净发复告了。 从这儿也能看出问题的严重性。 但是北京政府的做法就很迷了,理论上你们这么怕开放啊, 现在老百姓都说不舒服了,不得管嘛。 哎,人家反其道而行止,反而调整为常态化风空,并且不查不报了。 政府的小心思也很简单,因为就算是北京,资源算是丰富,但是一按阶级和人数评分,那也意味着挤兑和自求多福。 八大一开放,轰隆这数就上去了,肯定有一部分意志不坚定的就得说, 你看,就说坚持清零吧,这就是你们要自由闹的。 还有一部分胆小的,肯定就得去求这灵丹妙药,指着政府的恩责续命。 不管哪一个都郑重人家下怀,为什么呢? 因为这波涨幅,人家压根儿就不惊讶,一切都牢牢的掌握在手里。 你还别不信,这不,这两天啊,专家就在吹风,说山东下个月或许会出现一波新的小高峰。 如果这玩意儿准了,你还别觉得是因为什么专业精确, 中国的统计学跟这些个形容词压根儿就没有关系, 只能说是按指标进行。 就像这北京,老百姓都不明白,为什么这波来的如此快和猛。 但是媒体人他不意外,尤其是擅长叼盘的胡锡进,人家就敢提前放出话来, 说与疫情摊牌必须也只能在北京结局。 潜台词是什么呀?那就是北京这回必须得做一个典型。 而这个典型到底是什么类别,那就只能各位自己揣摩了。 反正啊,最近专家都在玩命辟谣,说你们感觉北边严重,南边清, 可不是因为种类不一样,而是气温湿度造成了差异。 就像胡主编叮嘱大家伙,不要网上看信息就听风就是雨, 看看身边是不是有人倒下了再做决定。 结果这话还没说完,评论就让大家给留满了。 一个是问老胡现在什么级别,享受什么退休待遇, 另一个是问他家里有人倒下后续怎么办的,哎,他倒不出声了。 天高皇帝远不明白中央的做事风格,北京人对共产党的操作还是有几分了解的, 口号喊的响,手底下囤东西也挺忙。 于是你就能看见北京各大药房能用的全卖光了,大家有需求没地儿买, 结果都在网上问候政府,于是北京有关的新闻一下子全被清空了。 这玩意儿网小了说是需求大于供给,网大了说就叫医疗挤兑。 政府的反应就更微妙了,能预测到开放后人数增长,预测不到大家需要自治。 于是一边开新闻发布会的口风婉转,说我们会努力保障群众需求。 另一边弄一大群网红企业家出来,说你看我这身子骨,吃两日就好,你们存那么多也没用。 但问题是很多人他一定也吃不着啊。 人在资源紧张的情况下没有高尚,于是很多人为了自保开始抢占现成退烧药的活动, 原理也不费解,就是修改定位去别的城市用刨腿软件购买,然后让物流小哥给寄出来。 关键是人算不如天算,你这办法再好,快递小哥倒下来依旧什么也拿不着。 北京这几天就是这样,快递网点有大量积压,工资翻倍依旧招不到人。 因为体力活和做办公室不一样,身体本来就虚,你再透支,那真是会出人命。 上一期咱就说了,刘强东给员工做动员,说他自己也养过,没什么事扛过去。 当时咱就断定,这小子肯定是在忽悠人家撸起袖的加油感。 果不其然,这还没两天,京东就首批调集了一千名小哥去增援北京,你看看,这都是陷阱。 而买不到想买的,这几天群众也突然玩起了曲线救国,开始玩命囤黄桃罐头。 听说有两层意思,第一个是取邪音,逃过疫情,不过这个比较幼稚。 而第二层是因为大家坚信,这玩意儿怎么也比莲花清瘟好吃,甜甜的,还有回忆的共鸣。 至于这玩意儿到底能不能治病,大家都没抱什么希望。 毕竟折腾三年了,政府推荐了不少,哪个都不行,那为啥不选个便宜的呢? 而每一次当老百姓深陷迷雾的时候,我们一定要看一看政府在做事儿, 这一看呀,他们还真不关心老百姓的死活。 浙江在呼吁出海做生意,努力抢订单,搞外貌。 而中央国务院居然印发了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, 显示2022到2035这段时间,中国要严格建立强制内循环体系,国际双循环格局。 你说这人都没了,钱也挣不到了,他得如何实现这个小目标呢? 归根结底,这事儿就跟重庆博物馆开展什么, 纪念刘备托姑1800年研讨会一样,巧立明目不是为了干实事儿, 不过是为了连点钱,好跟哥儿几个吃点烤鸭聚一聚。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,你们对北京最近出现的挤兑和资源紧张这事儿怎么看呢? 而中国政府现在不讲险情,只谈经济又是哪步棋呢? 欢迎留言,评论,吵架,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,收看更多精彩内容。 喜欢本频道的朋友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,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, 敢不敢,下期再见,白了个白。